哈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讲非线性复杂金融 金融向来都不是简单的 金融领域涉及到高度复杂性 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 现代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复杂性 使这个领域异常多变 而且充满了挑战 以下的几个关键组成部分和概念 阿门在解释和应用金融市至关重要 第一就是衍生品 衍生品是金融市场中最复杂的工具之一 它的价值依赖于基础产品的表现 包括期货 期权 互换和信贷衍生品的 期权option提供在未来某个时间 以预定价格买入或卖出资产的权利 但是没有义务 期货Virtures和远期Forwards 这是一种合约协议 允许交易双方在未来某一个时间 以确定的价格进行资产的交易 互换Swats 双方交换现金流的金融合约 入利率互换 货币互换等 标是信贷违约掉期 形成CDS 是一种信贷衍生品工具 提供违约保护 第二 分形市场假说 复杂的金融市场中 有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是市场行为的非线性特征 分形市场假说 提出市场行为可能具有分形结构 这解释了价格波动的复杂性 和不可预测性 第三 复杂自适应系统 金融市场一定是复杂适应系统 这种许多参与者 如投资者 基金经理等 相互作用并根据市场环境 和他人的行为 不断调整策略 市场中不存在单一的均衡状态 而是处于始终的动态变化中 有一个词叫涌现Emergence 金融市场的宏观行为是从个体行为和互动中涌现出来的 不同个体的行为和互动模式可以导致意想不到的市场行为 第四 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研究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偏差和非理性决策 如过度自信 从众效应 本市厌恶等等 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导致市场异常和泡沫 例如 认知偏差 锚定效应和确认偏误会影响市场的决策 再例如 市场情绪 集体心理如恐慌和贪婪 会导致市场的剧烈活动 这就是巴菲特常说的 别人恐惧你贪婪 别人贪婪你恐惧 第五 算法交易和高频交易 现代金融学种 算法交易和高频交易 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高频交易也叫HFT 这些策略依赖复杂的数学模型和高速计算技术 算法交易 只要预设的数学模型和规则 自我执行交易 从而减少人为情感因素的影响 高频交易 也称为量化交易 通过超高速计算和快速数据传输 进行超短期交易 利用市场中的微小价格差异进行获利 其他两种交易在华尔街被机构普遍采用 第六 金融工程 金融工程涉及到数学 统计学 计算机科学的方法 来设计和分析复杂的金融产品和策略 这些工具和方法是金融市场创新的重要动力 例如计量金融 应用复杂的数学模型 主布朗运动 广义线性模型 对金融市场的行为进行建模和风险评估 又比如风险管理 使用统计模型和数学模型方法 比如蒙特卡罗蒙尼来分析和管理金融风险 第七 系统性风险 复杂的金融市场中 系统性风险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指单个金融机构和市场的风险 通过复杂互联的金融系统传播 导致系统的不稳定性 例如 互相依赖性 不同金融机构 市场和经济体之间高度互联 一个节点的危机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危机 再比如黑天鹅事件 任何极端不寻常但影响极大的事件 助金融危机常以复杂非线性的方式 影响整个的金融市场 总指复杂的金融是一个交叉多学科的领域 配合了数学 经济学 统计学 人位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 理解和应对金融市场中的复杂性 要求综合应用各种理论和工具 从而在高度不确定和非线性环境下 更有趣地进行分析和决策 管好你的钱 让钱生钱 让钱为你服务 把工作变成乐趣和爱好 还配拥有潇洒的人生